现在还要讲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种危险比不明道于更加危险 有一些人出现一些事情 你看他礼拜 他礼拜封的这个施舍 也不去骂人 他做了很多这个商工 以为自己 他不去做这些违禁的事情 但是他说那些事情是为了得到一个证明 只是为了得到一个证书 而不是为了崇拜 为阿拉尔做这是一种举办 想通过公修 表面做公修的方式 得到今世的好处 我们要分辨是为了今世还是为了后世 我们通过阿拉的使者告诉我们的 一旦给予就高兴 一旦不给予就生气慢慢 这个人还礼拜 他拿这个礼拜是为了得到钱 他说关于这个钱的事情 没有钱我就不礼拜 一个人给钱 不给钱 不礼拜 这是追求今世 不是追求后世 一个人去教授 他只是因为钱财而去教授 只是为钱财而教授 这是因为只是为了今世 我们在做公修 应当注重的是后世 而不是今世 如果在今世得到了 我们敢赞了 但是我们不因为今世 得到是否得到报仇而去生气 无论生气以及喜悦 都是因为阿拉的喜悦 而喜悦 因为阿拉的奴随而奴随 那儿